各位朋友下午好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怎么去试比我们的五花果 何时成熟呢 OK 就是我们现在五花果成熟的时候 成熟之前 它会有一些发展的一些过程 果皮的颜色都会代表它的一个成熟度 它的衰数成 生长的衰数 好OK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我们的果皮的已经变成稍微浅的绿色 它刚结果的时候是生绿色 生绿色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它会转成浅绿色 浅绿色之后呢 它会变成浅黄色 浅黄色是可以说是最后一步 浅黄色之后大概七天左右 它变成浅黄色之后大概七天左右 它就会成熟 就会变成红色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它的果皮的表现 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果的衰数和果的成熟的衰数 达到什么地方 刚结果的时候 它的果一般都是小小 然后和果皮是比较嫩的 然后比较深一点 深的绿色 然后过中间的阶段 就是浅绿色 就是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然后一个半月过去 它会变成浅绿色 浅绿色大概二十天 要剩下大概十天左右 它会变成浅黄色 浅黄色之后 剩下的两到三天 它会变成那种新鲜的红色 红色就是已经成熟了 现在我们看得到 这是我们家五花果 大概快到一个半月的这个阶段 就是浅绿色 它大概还差十五天左右 就走到浅黄色 浅黄色就是快成熟的 浅黄色大概十天 然后大概十天 十天之后它就会成熟了 这是我们家的五花果 OK 我们可以看得到 然后 我们看这里 OK 这果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上次我应用的高压法 它应用发根 这里 OK 我们有看到 已经发根了 OK 我们有看到它的根白白的 这是上次我使用的所谓的 无瓜皮的 OK 很漂亮 很漂亮 很多根都已经蒙发 OK 我再翻查一下 所以我们给它做高压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用刮皮 OK 一个半月的果 一个半月的果 好 现在我们会去看其他的 看它成熟和快成熟的那个步伐 看什么样子 OK OK 来这里看一下 OK 这里 我现在会打开给大家看 好 好 这果是一个半月 的时间 它现在就会已经变成浅的绿色了 OK 这些天气温度过高 它已经坏掉了 它已经坏掉 记得 这是快成熟的 大概还差十天左右 一个礼拜到十天 好 好 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这果已经成熟了 可是 它的 这个 OK 很漂亮 可是旁边 它有一些被枯掉 这个枯掉是因为 它是被太阳 像筛道 OK 很漂亮 所以我们 完全可以从它的果皮 可以来去 判断 其的衰数 就是 成熟的衰数 大概什么时候 OK 我们再看其他的高牙 这里 都还没生根 好 OK 我们看 这个地方 已经 根 已经发根了 这里 有人有看到 这是它的果 OK 这完全没有瓜皮的 到今天已经生根了 OK 我们看这里 很漂亮 再过几天 我就会把它切掉 然后移到盆子里面去种 旁边这里 OK 上次我跟大家讲 最发根白白的 这里 OK 很漂亮的 所以今天 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怎么去区别我们的无花果 我 何时成熟而已 这是我移在盆子里面 很漂亮 一二三 二三 一二 很漂亮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看它现在也是发展很快 我看这里 其实 刚才我刚摘下来的果 它已经成熟了 可是这一果成熟的皮色 当它成熟之后呢 这果皮就会变成这种红色 这种 然后浅黄 它浅黄这里 再放一两天 这边都全部都满红了 我们完全可以放在树上也可以 或者我们直接摘掉 大概这 这个碎树我们可以摘掉 然后拿到冰箱里面 去冷藏里面 我们不要 对 只要我们只要冷藏就可以 放在凉伤的那个地方 就可以 不要冷冻它 要冷冻它 就 不会好 大概放在冰箱一两天左右 就非常好吃 很甜 很好吃的 OK 所以今天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 无花果 果汁成熟的表现 好 让我们可以来判断 我们中的无花果的果汁 何时成熟 好 谢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 已经支持我的频道 谢谢各位朋友 已经 不断的提供意见 让我的频道更加的去改善 OK 今天我的视频 只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给我留下 留下评论 我们可以互动交流一件 好 请给我登机频道 以便让大家收到下一个更好 和更有价值的视频 谢谢各位朋友 OK 再会呀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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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